陪洛西訪台 親中團體如影隨形 3號下午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外 舉步調高喊抗議 陪洛西 混回去 陪洛西 混回去 衝突一觸即發 陳抗女子情緒激動 被原警包圍驅離嫁走 另外統促黨主席白狼張安樂 更是一天跑兩場 但就怕陪洛西聽不懂他們在罵什麼 還特別製作抗議標語 只是上頭的英文好掉漆 那一張英文是寫了什麼 在國內外念了五個學位 曾被稱為高學歷的黑道大佬張安樂 看了看這幾個英文字神情好尷尬 戰爭販子是Warmonger 標語上卻前後相反 就連下方陪洛西的英文 同樣也貼錯 親共團體同樣英文也不太好 麻煩的英文Trouble拼成T O R U B L E 照片都被發到臉書和推特上 成了國際笑話 其實這回裴洛西來訪 臺灣出現一連串的抗議 從一下機開始 新黨就到軍院飯店 隔天一早也到立法院 統促黨更是三場都沒缺席 勞動黨則是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悄悄現身 只是這些抗議群眾中都是自動自發嗎 有網友拍影片直擊指控 統促黨疑似發錢給走路公 在現場掏出現金領錢走人 統促黨博士沒用錢請走路公 只是要抗議卻在標語上頻頻出包 難免讓人質疑 承抗者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抗議什麼 暫地新聞到達成林玉君 台北新北綜合報導 目標公正公中 目標公正公